大家好,我是小颖 长期用洗洁精洗的网筷会不会致癌 安全使用洗洁精,牢记四点 网上传言,现在的人太烂用洗洁精了 洗洁精里面有化学物质,用来洗碗会有残留 最终进入人体致癌 洗洁精是家里必不可少的清洁工具 但是,因为一些有毒、致癌的言论 一些人对于洗洁精生物痛绝 甚至长期只敢用热水、淘米水来洗碗 这样的行为,真是太拼了 洗洁精真的如传言所说,是害人精吗? 长期用洗洁精洗过的碗筷会不会得癌症呢? 1.洗洁精的化学物质会致癌 洗洁精之所以可以去油、去污 原因就在于其中所含有的表面活性剂和乳化剂 可以溶解和乳化油污 然后随水冲走 洗洁精是低毒产品,对人体无害 除非是大量服用,才会使人体轻微或中等程度中毒 洗洁精的化学物质致癌是无稽之痰 洗洁精本身不致癌 但其中含有的活性剂 不仅能加快脂溶性物质的溶解 也会对致癌物在人体中的溶解、吸收和分解起到促进作用 因此,使用了洗洁精的物品,一定要用水冲洗干净 另外,一些厂商生产不合格 或者为了增强洗涤效果,增加了致癌物甲醛 这样也会有致癌风险 一般正常使用正规的洗洁精,冲洗干净 是没有致癌风险的 二,安全使用洗洁精,别让它助纣为虐 想要安全使用洗洁精,除了选购正规的产品 并冲洗干净,还要在用量、用法等方面加以注意 并且做好手部的防护 郑州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时重新提醒 安全使用洗洁精,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选择正规的产品,闻一闻,看一看 闻一闻,不要选择有刺激性气味或怪异气味的洗洁精 看一看,选择有生产许可证号 采用标准号,明确标注商品标签 有效成分、性能、用法和有效期 颜色透明度好到 另外,尽可能到正规商店去购买洗洁精 不要去路边摊买 这样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所购买的是正规产品 二,控制用量 按包装上的使用说明来使用洗洁精 用量控制在能够将油污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要贪多 三,不要直接涂到餐具和水裹上 用洗洁精清洗餐具或果蔬的时候 不要直接涂抹 而是将洗洁精放入水中稀释均匀之后 再放入餐具或果蔬进行清洗 而且还要在流动的清水中将残余的洗洁精冲洗干净 四,戴手套 洗洁精能够去除餐具上的油污 也会洗掉手上的皮质 加速手部皮肤水分的流失 因此,记得戴上橡胶手套 它能保护你的双手 以免皮肤变得干燥、粗糙 同时,也能减少皮肤和洗洁精的直接接触 洗洁精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使用的东西 只要使用得当 它致癌的风险是极低的 要防助癌症 不碰这几样东西才是真的很重要 三,防癌 不碰这几种东西才真的很重要 防癌就是要远离高脂饮食、香烟、困乱的性生活、不良的生活情绪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研究癌症60多年了 如今已经92岁高龄 多次在采访中提醒 不要人为诱发肿瘤 要远离一些诱发癌症的不良习惯 不管吸入一手烟还是二手烟 都会在吸入烟雾中的一氧化碳、尼古丁等有害物质 从而损害肺部健康、增加肺癌的发病几率 性生活混乱也会增加癌症风险 比如一时女性感染HPV 然后诱发宫颈癌 癌从口入、高脂饮食也容易诱发肠癌 另外,不良情绪也会诱发癌症 因为当人体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的时候 体内就会产生应急反应 这种反应如果过强 就会使得免疫力降低 难以将体内的癌变细胞辨识出来 并进行清除 洗洁精本身不会致癌 但其中含有的活性物质 可能会在人体内促进致癌物的吸收 因此,使用洗洁精时一定要控制好用量 并且冲洗干净 不过,远离高脂饮食、香烟、混乱的性生活 不良的生活情绪 对于防癌的意义更加重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